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美国政府仍是再度异动 白宫今天宣布 父母僚长哈金已经提出辞呈 阅历丰富的哈金 在筹备川金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今即将离职 返回私人企业任职 白宫副幕僚长哈金 是川普旗下阅历最丰富的顾问之一 川普称赞哈金 一直是政府团队的重要资产 负责替川普安排外访行程 是哈金的工作 包括一年前川普上任后 首度出访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 比利时 意大利 以及去年11月的亚洲行 6月12日的川金会 哈金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两国首脑在新加坡胜逃杀的面对面会谈 就是由哈金与朝鲜官员讨论细节 川普还感谢他完美的策划 并执行了美国总统历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次外访 62岁的哈金 过去成为雷根 老布什和小布什 三位共和党籍的总统效力 如今 哈金已经提出辞呈 有美国官员透露 其实哈金几个月前就想辞职 但幕僚长凯利挽留了他 川普上任以来 政府人士一动频繁 近几个月来 无论是自动离职或遭川普撤换 白宫幕僚班底不断换血 根据报道指出 川普叫部仰赖顾问提供意见 因此提高了幕僚流动率 而哈金是即将离职的最新艺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哈金为大家带来无人能及的专业知识 大家都会非常想念他 哈金在7月6日离职之后 将返回到他私人的企业任职 新闻时事报 记者春雨山整理报道